這是訪問喬良將軍的第三部份,是關於台灣的問題。 近期特朗普簽署了台北法案, 法案的簽署時間正好是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時, 他們選在此時插手台灣問題,干涉中國內政的動機何在? 這對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將帶來那些影響, 由輿論認為現在美國疫情嚴重無瑕自顧, 是解決台灣問題最佳時機,對此你怎麼看? 台灣會不會在現在這個時間武統台灣, 他們喜歡用那些字武統,答案是不會。 為什麼呢?很簡單的,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武統台灣, 其實看的就是中美關係, 台灣後面的就是美國, 因此如果你不能夠克服美國這個問題, 台灣問題解決不了, 首先要解決了跟美國的關係, 要解決跟美國的關係, 其實也是現在說的兩個國家的角力競爭問題, 如果阻止中國繼續崛起和統一台灣, 在這兩個問題之上, 如果因為一件事而影響到另一件事, 就要衡量哪一件事是影響較少, 利益較大。 在現在這個指點來說, 我覺得繼續維持中國崛起, 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東西, 所以這件事不可以因為想統一台灣, 而是國之, 而如果現在進行武統台灣的話, 美國看它的反應如何, 它可能真的會軍事干預, 在其他西歐國家等等, 制裁中國, 中國的崛起就困難很多了, 但當中國自然崛起之後, 要跟台灣統一, 可能不用武統, 它自己想製作是第一, 第二,就算武統的話, 當中國很強大的時候, 其他國家都不會出聲, 所以現在, 它雖然是立那個台灣法, 其實就是想刺激中國, 但是, 總之, 中國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形勢如何, 以及知道如何立處, 其實就是, 不用理會它, 做好自己的事, 這是最重要的, 當自己做好之後, 自然這個問題就會迎人而解。